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是胡福奇社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套橘猫工业推出的招潮线 7号跟8号分别对应了 这个是属于透明红色 还有另外一款则是黑色的配色 那我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揪团 那我就跟着团购了 当时看到照片的时候觉得 哇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它是需要自行组装的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买东西只顾着冲动 都没有做功课就给它买下来了 所以只好自己拿到之后 花了大概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它们组合起来 但组合它们其实并不难 而是身上水贴全部自己贴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的花纹 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有尽量去照盒子上面的配置去贴 这个的话就稍微有一点自己的组合的搭配了 那我本来觉得说这个水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没有想到这个玩具让我体会到 我说原来水贴如果自己好好发挥的话 真的反而变成了这一对玩具最大的醍醐位置所在了 那这个玩具几乎是没有可动的 它只有腿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结合处 可以稍微的动一下 能够辅助它能够站得稍微稳一点 其他的话 两个嗷什么的都是不能够动的 那它的包装盒也很有意思 它这个地方推开之后 是一个线稿 那这个则是玩具本身应该有的一个照片 而且一旦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 你翻过来你会看到这里是什么 是一个类似于是马路公路的一个照片 而另外的黑色这一款的话 拿出来则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有点小惊喜 打开之后的话 变成一个像是沙滩海滩一样的一个地形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反个方向的把它给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航线给放进去 就有另外一个风景的一个展示 这个才叫做招潮线 对吧 这样子摆设 可惜它这样子放的话是放不进去的 那么变成说我们只能够 变成是这样的 可能这样子摆放 OK 有一个在沙滩上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也试一下这一款 这个是马路 这个马路这个设计 我觉得有点意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就是有通常是一些欧美的国家 有时候会有招潮线 直接横跃整个公路的状况 那为了保护生态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会 这些老外还会把这个马路给封锁起来 方便这一些招潮线 横跃过马路去繁衍下一代 应该是繁衍下一代 除了繁衍下一代之外 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更重要的了 那我们的话呢 也稍微对比一下 因为螃蟹形态的玩具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那是先前的一个蟹战车 对大小对比一下 其实身体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实际上摆在桌上来看的话呢 蟹战车会稍微大一点 那言而总之呢 总而言之呢 这一套的玩具来说 组装也不是很困难 板件的话呢 就是有五块 ABCDE五个 那也不需要用到胶水 那水贴的话呢 贴个一两块呢 你就完全可以习惯了 一点都不困难 那我自己的话呢 对于 因为我对拼装的模型 我是比较外行了 那以这一款的话呢 塑胶还是比较偏硬 那一旦组合起来之后呢 基本上和缝表现的话 我觉得是还相当的不赖 那有一些水口的部分呢 我自己就没有另外去特别处理 因为我对这个我是很在意啊 我自己组的开心就行了啊 那最后的水贴的话呢 建议各位啊 如果你买这一款 你就要心理准备 一定要自己去分配一下水贴的一个 一个贴的方法 顺利给练习一下 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